HELLO 又來到寵物小 exhaust 今集就會講講熟市人生大事 結婚生子 是嗎? Ginni 沒錯 原來甲蟲是因為寿命短 以前科學家也是找甲蟲製程標本直接收藏 但近代大概在20年前左右開始 日本人終於找到怎樣可以自養甲蟲 所以其中一樣最重要的環節 就是要令到他們交配繁殖 第一步當然是將他們配對好 先找男生的休士 再加女生的休士 放在一起 大概一個月左右 他們就會交配成功 但我看到休士其實是一樣的 我出去買一公一腦會被人騙的 相信不會的 因為普遍我們的甲蟲男生是有割的 女生是沒有割的 所以其實普通的女生 或者小朋友都很輕易 就可以分到男生和女生 你知道繁殖也有mood才行的 其實他們的環境是怎樣的 這個有mood的環境 非常簡單就可以形造出來 你需要的就是一個5-10L的箱 裏面就是裝著繁殖泥和繁殖木頭 就可以把配好的女生放進這個箱 大概一個月至兩個月時間 就會開始在箱底下 看到有些幼蟲BB或者有些蛋 你就可以把蛋拿出來再治癢 那不是把一男一女扔進箱裡 因為生蛋只是女生蛋 男生不會生蛋 即是他們交配隨時隨地都可以 對 找一個比較漂亮的地方配好 之後就把女生放進產房裡生蛋 那我知道了 他們有蛋就是幼蟲 但有些事情我也不知道 幼蟲其實他們一出生吃甚麼 原來幼蟲梳梳梳梳出生 就是吃負殖質的 為甚麼媽媽會在泥裡生蛋 原因就是泥是適合寶寶吃才會生蛋 所以蛋剛剛孵出來的幼蟲 早期是吃了泥的 後期我們就會給它一些養分 更高的菌瓶給它吃就可以了 即是吃到會變蛹 然後繼續長大 沒錯 但其實這個過程 我們有甚麼要特別注意 或者保護它們的味道 原來甲蟲是一個完全變態的昆蟲 它需要經過四個階段 包括卵 幼蟲 蛹 成蟲 我們每一個階段都有不同的照顧 幼蟲和卵的時候 當然就是餵它吃這些泥 或者吃這些菌瓶就可以了 到了它半年至八個月之後 化膿了 你就要小心不要驚動它 或者是很猛烈的撞擊 因為它是比較脆弱的 大概一個半月左右 它就會變成成蟲 你成蟲的時候 再餵我們上集介紹到的啫喱就可以了 這個完全變態過程 就需要八個月了 是的 它變完態就可以 我們又可以繼續幫它繁殖 其實你知道 我們都不想約完它一年 可能死了就丟掉它 都想保持它 可能做一個榴槤 那你有沒有方法呢 那你就可以像我這樣 我們就會將甲蟲 死了之後 我們就會把它製成標本 就好像我們後面一樣 一隻隻這樣製號標本 就可以安放在標本箱裏面 這個就是你個人的成績表 因為曾經你養過什麼品種 全部都可以記錄在案 而這些標本 因為我們製過防腐的 所以是永久保存的 就不會有變壞 或者顏色有改變的情況 相信經過甲蟲王子 這麼詳細的解釋之後 你們對養甲蟲都尿如指張 如果你們都想知道一些的話 就登入這個網址吧 繼續留意我們的寵物子宇宙 拜拜 拜拜 會不會 quella的 有的人 會不會 Century 一會不會 呢 會不會